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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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叫易如 那大家也可以叫我小四 目前是全職的表演工作者跟模特兒 那平常的話呢 像平面角質拍攝 電玩遊戲代言 都是我近期的作品 好 那我平常喜歡的收藏品 包含了粉紅色系的物品 跟豹紋的物品 所以呢 我會特別去尋找粉紅色豹紋的小物 像是我身旁我的通告箱 它就是一個粉紅色豹紋的 它是我尋覓很久才找到的粉紅色行李箱 然後同時又是可愛的豹紋圖案 我右手邊呢這些都是我的收藏品 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口罩呢 它是我下通告之後就會戴在臉上的 所以我覺得它隨身攜帶 然後又有個性又好看 那我之所以會特別喜歡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粉紅色代表女生的可愛 那豹紋又有個性 所以兩個結合起來有一種衝突的美感 我平常會把那個耳機啊 行動電源跟小物放在我的粉紅色包吻手機袋裡面 而且它非常方便喔 有兩層可以收納 又非常的可愛 它是一個人字拖的形狀 最後呢要分享給鏡頭前面的女生朋友的是這個 噔噔 大家猜得出來它是什麼嗎 它是腮紅刷 當我們每次需要在外面趕工作啊 通告補妝的時候呢 我就會把它打開 它是旋轉式的喔 所以你在臉上補妝的時候 心情會非常的好 因為它長得非常的時尚可愛 然後粉紅色的光澤又非常的漂亮 那很謝謝網路上的朋友呢 在這兩個月來幫我投票就是電玩臥龍5G的票選 那目前票選的結果已經出來 那我是五位代言人之一 所以很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未來呢我希望自己在主持方面更加的精進 就除了平面澎湃之外 它在口條上也可以更進步 那之前呢有在節目上擔任過助理主持人 所以希望往後可以朝主持人的目標邁進 加油